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前夫坚持受访并直呛你觉得你是谁 人家不能为了帮我宣传电影而来吗 然而最让刘雨柔无法理解的是 前夫坚持要在偷拍案现场授课 全影场地一个小时100块 这让刘雨柔彻底看清 哽咽地说我的伤口难道不值这100元吗 最终让她选择离婚这条路 听完这段故事后 也让成长众人都相当心疼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